还有什么美国是要注意的 这种地方组织型的拉票手法 他到最后其实都是钱 都是资源的分配 讲到讲到是这样 那刚刚先谈一件事就是估票这件事 估票我是很有感觉 因为我曾经在以前当助理的时候 我是有跟过一个非常 就是等于是上一辈的人 看过他们那个时候怎么在估票 他们确实有一个社区开多少票 他们都算得出来 每一个社区都算出来 而且社区是一栋一栋 有一栋的头人 我经常看到他就拿出一张 破破烂烂的A4 就破破烂烂搞十几年 然后呢里面每一栋的人是谁都有 然后那个人哦 就是年纪大了嘛 往生了 或是中风了 他还备注中风找太太 等等的一大堆 就是就真的真的估得出来 那这些东西在平常 第一件事你平常就要养 那第二件事你是选举的时候要买 以前其实我也不用讲 我现在像那种离 像现在台北大概费量非常少 然后新北大概都会区也不多 可是离岛还是凶啊 而且他们那种买法也不是说什么 我今天要选县长 我县长下去买 没有人这样县长 没有 他们会有个中间是乡镇市长 乡镇市长买一条龙的 下面买代表 离长还有县长一起绑 然后一起买下来 所以有离岛说 选一次局 他们家可以换车 一大票很贵 一万多块 他们家有七八个人大家族 就换摩托车 我今天换摩托车 换摩托车 因为他票很值钱 你知道有的 县市长是两万多票就当县长 立委是一万六千票当县长 连将更少 几千票就当立委 所以那样票很大 所以说可以买得很贵 就是说这些东西是那个状况 然后我看他们的老一边他们说 那个钱 因为很怕被查金流 所以一两年前 钱就要开始售 就是你 你不可能最后三天 去银行领个一千万出来 然后说要散 所以一两年前 钱就开始送 送进来后就一袋一袋 然后要散的时候呢 一天就要把它散出去 而且他散的过程中 还有美高 就是一台车在前面 他们一定要派 另外一台车在后面 就是两台车去散 因为后面那台车要帮干嘛 帮这台车看 有没有人在跟你 因为你自己在前面开 你会不知道 所以你要后面有台 那个车子 而且那么多检举达人 现在应该是这样 对手 尤其是晚上 他们都会派小蜜蜂 然后骑摩托车去绕 看有没有在散前 所以说变成是 我买 然后我同时也提防对方买 然后我提防对方买的过程中 我要派抓鬼大队去抓 然后两边就这样 所以派抓鬼的人 不见得比较清廉 当然没有啊 一样都买啊 你心里有鬼 再去抓人家鬼啊 他我就买了 你还来 是这样子 当然是这样 你把他两头收 当然是这样子啊 我两年前就开始送钱 人家怎么会记得 我的恩情 不是两年前 钱先进来 我这边 准备好了 家里的仓库 先把陷阱准备好 然后最后 而且都是最后一个礼拜 或三天 钱才上下去 一次上完 所以离岛有那种 你知道吗 有一架飞机没降落 立委落选的状况 整架飞机都自己的票 一架飞机没了 少两百票 落选 都有都有 就是天公爷 我们台湾 我们台湾有一个 很奇怪的就是 普通买的票 现在他有一票 五百嘛 五百块 那一票五百 所以都是一张的那个 登钞码 曾经有一次 为了追 是不是维团选拔法 有没有汇权 拦下一部车 后车厢起出 一大堆 全部崭新的五百块 钱哪来 我不知道 不知道谁把它放到里面了 你知道吗 然后最后没有人承认 后来有一个人自首 那钱是我的 那结果 这个检察官不采信 最后国家把它没收掉 你知道吗 我认识一个亲戚 他们家有大概十几票 然后条下 条下有些 有些是里长 有些可能是地方的名人嘛 然后来买票的时候 这个里长来买了三个候选人的票 他们那十几票 对啊 你来买三个候选人的票 这个亲戚的问他说 那我当时要等 你知道吗 因为他买一个候选人 是你家 比如说十二票 十二票每一票五百都买哦 然后他那三个候选人 就是买三十六票哦 你知道吗 他很好奇说 这种买法很怪吧 不是不是 那就是没有道德 因为这是属于那时候 就是一次要 刚刚那个郑昊讲说 买买买买买吧 这款是一次要 没有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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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最好的就百分之三十 基本上都是百分之三十 回来就对了 对了 对了 可是可是你买票还是算算比较比较比较 比较比较坦白讲 我觉得是比较低层次 可是大一点到你当乡镇市长 你到县市首长的话 那一完完土地变更 土地变更 那一变更或土地重化 一区重全部重化掉 那就不用买嘛 你本来就是利益的共生结构嘛 然后呢 更大一点呢 哎你执政了 我画一个交流道下去 画一条高铁过去 所以说其实每一个阶层玩法都不一样 可是归根结底还是太谈钱 还是谈资源 那大家要思考是 到底这样的东西 大家喜不喜欢这样的政治生态